健康是吃出來的一屆的廚神 拿起相機告訴大家 等一下有會教大家就做彩椒文莎啦 劉醫師年過半百 抱歉一定要把你的年紀講出來 好 我有兩個畫面 第一個 你的營養餐怎麼吃 酪梨 羅漢 紅燒麵 在家都這樣吃 OK 其實我們有時候在 我是比較傾向推薦大家多吃點蔬食 因為蔬菜來講 它的腥微量比較多 既然把蔬菜料理這樣 加進去嘛 那你面食你可以 面可以少一點點 倒沒有關係 那基本上像這樣我們看 你先不就吃個小白菜啦 或者說我們的酪梨啦 紅番茄啦 香菇 甚至說我們洋蔥 然後裡面的料來講 頂多是用一點點醬油 其實我們大概就是把 這個一點胡椒粉 跟我們麻油弄進去 那我特別強調這個酪梨 其實酪梨切丁 大概很好用啦 因為酪梨來講 我們講說這個 它裡面油脂是好的油 比較多 對 我們常常講人 百分之七支水構成的 所以喝水很重要 剩下百分之三十裡面 一半是油構成的 所以吃好油很重要 為什麼這個背景音 是你在唱歌嗎 是我在唱歌 來現場唱一首吧 為什麼要音樂 療癒跟一隻的作菜 來吧 劉溫正的歌好了 好啊 三月裡的小雨 稀哩哩哩哩哩哩 稀哩哩哩哩 下個不停 山谷裡的小溪 哗啦啦啦啦啦 哗啦啦啦流不停 小雨為誰飄 小溪為誰流 帶走滿懷的寂寞 OK 超棒的 過關了 過關了 晉級了 評審給分 晉級一百分 好強喔 音準好準 我才緊張了一下 對 我真的是 腳本沒有這一題 Sorry 可是為什麼就是說 你說你做菜要編唱歌 其實唱歌來講 算是一個藝術治療 我們知道在很多 我們現在人生病 坦白講 都治癒神理失調 我們治癒神理有個叫做 膠感跟副膠感 其實大部分來講 是膠感是亢奮的 各位不要忽略 我們膠感亢奮過度的時候 我們血壓上升 心跳這個收縮加速 以後一定會找蘇醫師報到 所以為了不要找他報到的時候 我們要把治癒神 要平衡下來 其實藝術治療 不管是你從舞蹈 唱歌 或是我們講書法 畫畫 這個來講 藝術治療 可以balance你的 這個膠感神經 副膠感神經 讓你的膠感神經下來之後 它拿到平衡 對於免系統都非常好 另外一道還有畫面 叫做抗癌蔬菜煮 你必吃的 大公開 是 這個其實來講 它也沒有很複雜 各位你看我講蔬菜 我們現在就包括 這個大腸直腸腫瘤 我們女性的乳腺癌 或者是男生的這個 攝護腺腫瘤 都往上跑 其實你看像我們這裡面的蔬菜 你從南瓜 這個我們講這個高麗菜 黑木耳 這個紅蘿蔔 或者這個洋蔥等等這些 這裡面來講 我需要把蘋果切一丁丟進去 這裡面蔬菜來講 各種植化素都有 你說包括胡皮素 那南瓜來講 裡面呢 它是貝拉胡椒素 維生素A 對於我們現代症 很大的問題 叫老年失智症預防 很有幫助 你在日本來講的話 他們為了預防老年失智症 鼓勵大多次南瓜 就是因為裡面的貝拉胡椒素 跟維生素A 對我們這個失智症預防有幫助 所以我鼓勵大家 有時候一個禮拜 你不要 這個不會很複雜 對 水加上去 蔬菜丟下去 你一點點鹽 一點點香油 甚至丟點蒜頭 很棒 真的很棒 看到我們的橫標有沒有 叫做 減藥有望 你這樣做 八周降血壓 拿起相機拍下來 劉博仁醫師的獨門降血壓料理 叫做 彩椒溫沙拉 調味料橄欖油 海鹽 出力的黑胡椒粉 那步驟一二三四 來您現場教教大家 OK 好 其實我不知道今天要做菜 但是這個叫示意圖 你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不要把做菜做得太複雜 其實我們覺得說簡單易懂 像這邊很簡單的 我們這樣採椒 包括我們這個甜椒 我們洗乾淨之後 我們只要有這個熱水 熱水之後 我把這個東西丟進去 對 燙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熟了之後就撈上來 放在旁邊備用 那另外來講的話呢 我們像雞胸肉 我特別推薦大家 就是既然我們以白肉為主 因為白肉來講 會比紅肉 它所謂的飽和脂肪 少得非常多 它對我們血壓降 是有一些幫助的 雞胸肉我非常推薦 那雞胸肉有幾個做法 當然我們可以用一些 橄欖油 我們這個中低溫的 慢慢的給它煮 完了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雞胸肉 我們把它撕開 丟進去 然後我們把這些 這個彩膠填膠丟進去 對 那這樣子進去之後呢 很簡單 我們呢調味料 譬如說 我很喜歡用蒜頭 它有一個妙用 它裡面呢 它有個叫大蒜素 當然所以來講 我們可以抗癌 而且它裡面會 次第生理產生叫NO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產生之後 血管會放鬆 所以我們就把一些蒜頭 適量 你自己要丟多少 都沒有關係 然後完了之後呢 我們這邊 你可以加一點鹽 但不要太多 我比較喜歡用 黑胡椒顆粒 黑胡椒可以來講 不是胡椒鹽 不要再加鹽 就黑胡椒 可以加一點點下去 那下去之後呢 它這裡面黑胡椒 黑胡椒鹼 黑胡椒鹼本身來講 是有抗發炎的效果 對 我們在很多心血管疾病 都是從發炎開始 記得抗發炎 用黑胡椒鹽 還是很不錯 最後我們可以淋上 一點點的檸檬汁 檸檬汁 淋上去之後呢 因為它本身檸檬酸 它有微量的微生是C 然後你可以再用點 淋一下 冷壓橄欖油 柔欖油 適量 其實這一餐 其實吃下去 你不用加澱粉 對 我們對體重控制 也非常好 對血管彈性也加分 血壓 這個長期下去的話 血壓真的不太容易上升 哇 八週降血壓 是是是 來 營養師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德蘇飲食 把兩週見效 像這個是體重破百的男子 那個時候血壓就穩定下來 其實剛剛劉醫師 介紹得非常的好 他也是接近 是德蘇飲食的方式 那我們像我那個民眾吧 他當初來找我減肥 他是一百多公斤 起初呢 他就跟醫生 他跟他的醫生講說 他想要運動 醫生啊 建議他說 不要太多的運動 因為他有心血管疾病 心臟病 還有高血壓的問題 又破百公斤 一運動 膝蓋就痛 然後呢 那個血壓又降不下來 每次只要運動 就很不舒服 所以一開始找我減重 我就先讓他吃 德蘇飲食的方式 大概兩個月左右吧 他的血壓就降了非常的多 然後也可以比較好去運動 不會不舒服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 就叫德蘇飲食 其實德蘇飲食 就盡量我們的澱粉 還是可以吃的 就是這一道 對 就是這一道 這邊呢 都是我們德蘇飲食 那我們建議大家說 吃這個澱粉的時候 不要吃精緻的澱粉 所謂精緻的澱粉 就是白米飯 白麵包 白吐司等等 還有白麵條 那我們就吃一些像糙米 五穀米 還有像南瓜 芋頭 馬鈴薯 地瓜都可以 那魚肉的方面呢 可以選白肉的 像剛剛劉醫師講到 白肉比較好 原因在於說 因為它保的脂肪酸 也比較低一點 我們白肉可以取代 我們的紅肉 那蔬菜方面的話 建議是大家吃 天天五加五 大家常常聽到一些像 天天五蔬果 就是加起來蔬菜水果要五份 但其實如果我們是吃德蘇飲食 我建議大家 要吃到五份的蔬菜 跟五份的水果 而蔬菜的種類呢 我們建議是吃兩到三種 就不要一個可能高麗菜 整天都只吃高麗菜 了解 整天都只吃可能菇類 了解 我們只要兩三種去替換 所以這有小黃瓜啊 菇汁啊 什麼都有啊 對 它有很多種 那像水果方面呢 也只要五份就好 不要太多 大家可能對一份的概念 不是很懂 像這樣一克的巴勒呢 就是兩份的水果 那像香蕉呢 一根也是兩份的水果 所以其實很容易就過量了 大家都覺得說 一份好像一根香蕉就叫一份 然後一天吃了五根 這樣大量 了解了解 再來就是 在天天在喝一杯的一個乳製品 這樣就是一個我們的德蘇飲食 它只要大概吃下來降血壓 好清楚 其實我們現場有一位 德蘇飲食的愛好者 蘇主任 你自己就是這樣吃德蘇飲食 讓你的血壓成功下降了十毫米鞏柱 我大概每天會有十二個小時是空腹啦 大概晚上吃完就沒有再吃 那這是我每天吃的最豐富 大概是中餐 那大家看就是剛剛講的 營養師講的很好就是要吃一些 那個不精緻的粗糧嘛 粗茶淡飯 然後蔬菜多吃一點 你看龍鬚菜啊這些都有一些 這個纖維嘛 紅蘿蔔啊 白木耳 黑木耳 龍鬚菜啊 五穀飯啊 那剛剛補充一下什麼叫做白肉跟紅肉 很簡單就是兩隻腳跟四隻腳 兩隻腳跟沒有腳的就是白肉 沒錯 然後四隻腳的就是 所以很多人在喝酒的 他們說白酒配白肉 豬肉是白肉 不對 豬肉是紅肉